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知道 也就是从局级到了副省级 好多的干部 绝大多数干部是大不了这一步的 那么呢 同时他自己是深了级 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陕西 特别西安这个地方 不仅仅它在经济上是一个中国琉球的一个省份 但是在中国绝对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富旷 好多官员都从这个起步 最著名的像我们说习 陕西人 在延安超国队 不说历史上的这个陕北邦 毛泽东时代都延安出来的 光最近出来的一些大领导 比如说赵乐际 就陕西省委书记 这个李建国 职委员长 学校总部主席 都是从这陕西出来的 而且呢 陕西刚刚你提到面临着这个观察的变动 前省委书记赵正勇被拿下 特别是西安市 我们说市委书记 通常来说一定是接陕西省委常委 甚至可能接陕西 这样的话他就真正的跃入这个中国省部级领导 接下来参照中国通常的这个官员提升的这个序列的话 可能再转到另外一个富足一点或者重要一点的省 作为省长 像当年这个李小彭亚到陕西当 陕西当省长 然后呢 或者呢再调到部里边 像当年薄熙来调到商务部再做部长 这要把这个从基层的历练 地方政府 省一级政府的领导 到部门的 部委的领导 以后可能就走下这个中央了 因为从他的年龄来说 年龄来说 正合是72年 那么呢 中国现在情况就是说 习十五零后 由于他搞了这个取消任期制 未来的十年 可能就是六零后就牺牲了 另零后就出不来最高领导了 那么呢 中国在习之后 习的十五年 二十年之后 那么的新一届领导很可能就是七零后 是不是是胡海峰 很难说 但是至少是胡海峰这个年龄段 也就是从六七年到七二年 这五年这个年龄段的 非常有潜力 那你认为这就是一种正常的一种调动 而不是就是有意为之 是这样吗 这个当然有一些人事方面的 感情方面的考量了 这个习虽然不是胡安排的 据说隔代指定了 应该是将就有安排了 那么至少来说胡给习的上台没有制造任何麻烦 第一 他没当太上皇 到点就退 而且下来以后也没有垂直听证直手画脚 基本上是养病 养养百年 从来没有干预国事 而且他的家族来说整体是低调的 不像其他这个约老邦 惹出好多各种绯闻啊 丑闻啊 我们注意到期间为止 习近胡锦涛两个儿子 两个孩子 老大这个胡海峰实际上也是正规教育 理工科学习 后来呢进入国企 后来到了校企 主要到清华子光 清华这个小伴企业任职 当然了 在这中间说他这个海康卫视啊 又是管这个最大的这个中国X光机 就是搞这个安保设施这个据说有一些丑闻啊 但也没有证实 后来呢就下泡到浙江起步当官 啊 另外他一个女儿胡海青啊 也是学技术出生啊 后来搞速通立方 搞电脑啊 跟毛道领他的女婿啊 搞这个新浪啊 据说后来到美国了啊 总之来说没太传出什么不利的消息 我觉得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 反正是官嘛 谁也当嘛 那么用陈庸的话来说 自己的孩子当官不是更放心一点吗 所以我想这也有点人 就是他也到了这个年龄 有这个能力 到了这个位置了 那中国呢 本来就不是个普血的嘛 既然是有组织部门考察 有一把手来任命 那么任命胡海锋 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人血嘛 嗯 你把胡海锋放在西安这样一个很敏感的一个位置 就是西安社会书记这样很敏感的位置 那么究竟是 你觉得他会不会有这种施展的空间呢 他这种 因为这种盘根错节的 官场的这种利益的这种纠结 那么他空降到西安 是不是会被架空 或者说他的工作很难开展 赵木 我感觉他更多的是个过渡性的角色 因为西安也是个老公园城市 从地理区域上来说 西北的龙头 这么多年 正姓大西北 喊了好多年 也没有什么起色 就是他别像李小朋友在山西那样 别出什么事 我想 只要能平安待个三两年 三四年 可能就是个过渡 就可能会有别的部门 或者别的地方来提拔 官员一看到了一个起步阶段 你注意看习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每个地方停留个三四年 从厦门一旦起步以后 他最早到附近厦门起步 很快浙江 上海 都干不了几年 就到中央了 所以我想 胡海峰这个年龄 七二年的 今年已经四十七了 他要想在晚上生 那你只能是个过渡 就待个三两年就要走了 刘平 你有什么看法 从这个胡海峰 到我们刚才想到那个赵发琪 我想到说这个民营企业家 他得冒着多大的风险 就完全自己承担这个风险 然后要和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来对抗 那么相对的呢 像胡海峰这样 这个刚才乔木也说了 他如果不出什么样的大事 那么接下来安部就班的 也许到一个更大一点的省 或者是到中央的部级单位 就跟当年习近平这样的步伐 所以就算是姓赵 未必是赵家人 就算不姓赵 也可能是真正的赵家人 这个在我们在这个美国生活久了 就是觉得很多的情况啊 这个中美两国的差距非常大 在美国一个是敢于冒险 敢于创新的企业家 是非常受到社会肯定的 当然他如果犯法的话 他跟所有的人一样 跟王后将相 跟泛夫斗族是同样的 要面对法律的制裁的 可是在这个中国 这个对于一个民营企业 他所承担的风险 或者是当他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 却是显得如此的渺小 如此的无力 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 其实赵巴奇在很多人心目中间 尤其在很多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人的心目中间 他是一个敢于来对抗的英雄人物 可是这种敢于对抗到今天 却让大家有点担心他的下一步 我想讲的是 正担心您说 我想讲的赵巴奇绝对是特例 中国很难有第二人在像他这样坚持 也能甚至坚持到最后还有 至少在形势上成功的 反而像胡海峰这样的应该是中国的常态 就由于这样的一个背景 他就可以升职 一路就走了 而且很可能最多更高的职位 赵巴奇绝对是特例 跟他个人 而且跟他一些很复杂的事 我想他有个最大的特点 刚才没提到 就是说他这个人非常有证据意识 他花了好多钱 甚至他在打官司 花光了自己的积蓄的时候 利于自己的人品和游税 吸引了一帮美老板一些朋友进行风险投资 给他投写帮他打官司 来租赁地方雇人 他有庞大的材料 几乎这个材料怎么来的 证据怎么来的 他没讲 我们也没问 但是几乎在他那七八个大的铁皮柜子 每一个柜子大概有那么四箱子 相当于三十多箱的材料里面 几乎是你省政府或者西安或者哪个地方 有一个人开个什么会议 那会议的基要 甚至材料的复印件 他那里都有 他总是有这段能够搞到 然后你陕西怎么背后搞他 内部怎么来倒卖 怎么做批示 甚至我们知道最有名的 他能把陕西省政府跟最高法院的所谓的密函 就是这些政府干预司法这样的密函 他都能拿到 就最后弄得你官方如果不判诈 从刑事上来说 他掌握所有的证据 而且是很确凿的证据 而且他始终坚持一个 我不把这政治化 我就打什么 就跟你打证据 就是个合同官司 你不能一女俩架 是吧 我的原来的合同是有效的 就这么个事 其他人就很难 像他这样坚持就掌握证据 他确实花了好多好多的钱 花了好多的辛苦 这个我们都能感觉到 而且他这个人有一定的人格 魅力就是呢 他认识相当多的记者 律师 公知 像记者 还有法学家 这些人我都不讲了 律师可以讲 就是说中国几乎一线 最知名的几个律师 都做过他的代理 比如说普志强 比如说斯维江 包括现在他的代理 律师也是 当年在南方周末的记者 刘长 都是推动这个 愚弄的影响 包括各大媒体都对他有报道 也是一个 一个等于是最后把官方也架在这个愚弄的风口 那些 就这么简单 那就成了官方的这个眼中钉了 那么而且你刚才说了 他这个本人的也比较天执 或者说执拗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可能官方 他对他的这种处置 未来这种 他的这种前景 我是保持一种比较悲观的一种态度 因为我觉得 在中国的民告官 即使是你有一些这种助力 有人在背后助力 但是最终的结果 我相信不会太乐观的 我觉得他的 我觉得他的个人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这个合同 最后能不能执行 估计够呛 他个人是个安全 就是他利益诉求 可能没法满足 但是他人身安全应该是一个保障 那么像赵法奇这样的一个 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在一个真正是给他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 他应该是大有机会出人头地 可是在中国恰恰相反 像这样如乔木所说 是一个常态的 这个呼海风的 他不需要有什么样的大开大合的 这个展现魄力的作为 他就所谓的循规道具 他也许就爬上了权力的顶峰 在这个权力顶峰前面的时候 他达到权力的顶峰 我认为是 估计可能是比较奢侈的一种想象 因为对于胡锦涛来说 本身就是他自认为这能力不怎么样 所以他也就是干了两届之后 到站下车 然后还自己有自知之明 把这个权力呢 从一个这个管家呢 交到了这个太子手里面 那么真正习近平算是一个太子 那么对于胡锦涛 胡锦涛这个政权来说 一向是对这个太子党 红二代认为 他们就是一个看家的这个管家而已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我想胡海风想登到最高的权力顶峰 除非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觉得他现在跟习近平的路径有些相似吗 也是习近平的相似 从宁德地委书记起步 那他呢是从丽水市委书记 现在成为省部级 再多几任地方官员部级的代理 年龄更合适啊 他刚好跟习差不多20岁 而且有这么好的背景加持 就是有他爸爸这个背景 他爸爸虽然没干什么太大的工具 没干太多的好事 但是至少也没干坏事吧 没有太惹什么人 他本人是没有干坏事 但是包括他女儿 胡海青也是比较叛逆的 而且据说也是他很生气 他个人是操守 可能是比较严谨的一个人 而且他观察胡海风的面相 这个有高官之气 中国的官员就得像习近平 有隐忍之气 就是在没有长最高权力之前 都不露声色 你像薄熙来这样太张扬的 往往就完蛋了 反而你看胡海风 没有任何媒体的多太多的报道 而且你看他的照片 都是非常野井 死板 就这样的在中国反而能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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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